哈喽大家好,我是孙佩山 今天呢,我来到了 Taman Safari 就是东南亚最大的 野生动物园 位于在印尼的山上 这里呢 你只要进来呢,就可以 它会给你一张 这一个票 看清楚吗 它是把它弄在手环 它每个手环都有它的意义 那我等一下先解释一下,这个 动物园呢,它是野生动物园 什么叫野生动物园呢 就是动物给它放在外面 野生的,所以 有些那些草性的动物呢 你是可以摸摸它 糊糊它,然后 可是那些进入到比较 那个Carnifora 就是吃肉的,比如说 是狮子啊 老虎啊,还有那个 熊啊,就这三种动物吧 我们就是 就是不可以开窗 进去的时候它们都会开开关关的 然后我们都坐在车里面 不要出来,也尽量不要开窗户 我都会偷偷开一点点啦 用来拍照用的 因为这边的那个野生动物 还蛮漂亮的 不是说,虽然还是有局限啦 其他的动物,比如说 牛啊,羊啊,还有很多种羊 很多种鹿,它其实在路边上 你就可以喂食 一路上走进来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卖 卖那个红萝卜 基本上如果它红萝卜 其实一把这样小小把的 有一万块 一万块也在差不多 25块台币左右 对,那个你就可以 大概买个几把吧 进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机会 可以喂到这种小动物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 他们的游乐区 因为刚刚已经 进入了那个野生动物区 结束了之后 基本上 这一个呢 你把它贴在手环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边 玩一些游乐设施 因为 它这边总共有四种环 我刚刚有稍微去了解一下 它总共有四种环 在这四个颜色 它这也有在那 像这一个绿色的话 它是你白天可以在这个 岩区里面到五点前可以用 然后 这个橘色的是晚上用的 它这个就是用 坐车的之后用的 这个它里面有一个 Waterpark 你要有去买那个 Waterpark票了之后 放在手上 你就可以玩一些游乐设施了 像那个上面 我的后面它就是有一些车 钓车 要说它是类似 就是猫空缆车的话 可是又有一点点 有一点像猫空缆车 但它比较小 那个也是需要 另外购票 才能够搭乘的 然后我的后面呢 有一些像大象在那边 大象是用来干嘛呢 它上面是写说表演要 它可能就在那边展示 让你拍照 它的在后面一点呢 它就是可以骑大象的地方 它也有骑那个肉头 所以有很多地方 这边就是有电车 你如果买了那个票 它票在两万五 两万五大概是差不多 二十 五十几块台币左右 就可以搭这个车油圆 这样子就不用走路了 其实这边要走 不会很远啦 但是野生公公那边 当然是不能走 它就是一定要在车上 我刚才像我说的 是可以喂羊那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也不允许下车 因为我们就是在 稍微开车 我们就会有人跑过来 就跟我们说 不能下车 就是只能再上车 这边也有那个 餐厅可以买东西来吃 外面 因为我们刚进来之前 可以吃饱 所以就不会进来 因为进来的时候 记得有这个的时候 就像一般的游乐设施 它就会有很多 好了很多餐厅啊 还有它的地图 这个你可以大概拿来参考一下 这个达曼茶法里 就在位野加达 维加达的山上 所以它天气也比较凉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或许会感觉到 穿一些长袖 有一些包吼韵日 他们的信仰 我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有空的话 到野加达 没地方去 不然有礼拜天 来这里是会很多人 但平常日 也是可以来这边看看 毕竟它是东南亚 唯一比较大的野生动物园 可以看到很多狮子啊 可能有很多鹿啊 很多长颈鹿等等 我可以 今天有摸到斑马耶 好,就到这里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咯 拜拜